第166集 入了去之后 胡三廟继续一声都不出 他直接带了我去后院 我个人未去到后院 那边已经闻到一阵香味 是章木破开之后那种木香 后院面积居然都挺大的 在东北角那边有一堆木材堆得很高 差不多有个院长那么高 全部都是长一米左右 直径二十厘米的章木 摆得很整齐的 这些木旁有个刨木架 刨木架上面放了三个黄花油里木刨 整个木刨有点光的 看得出这三个木刨用了很多年 刨木架下面是一堆木花 堆起身好像云一样 很好看 在院的西南边有一张茶桌 有几张小椅 胡三廟跟我说 老三弟 你自己坐下冲茶喝 我做今天的东西 我现在有求于人什么都听他说 胡三廟其实不大过往叔多少岁 但是两个人的性格就天差万别 往叔好像炮掌那样一点就着 但是胡三廟说话就很自由 语气都很平淡 样子还很淡定 这些是百岁老人才有的心态 这种人 要是他的身体又重大忍疾 要是饱经瘡桑 他的脾气已经磨得好像那几个木刨那样 油光云厚 锐气全消 我觉得他是后面那种 我没猜错的 胡三廟走到东北角 开始拿起一个木刨刨杖木 他刨杖木那时候 双臂有力 姿态舒展 轻重均匀 身体看上去很健康 每一片刨花在刨里走出来的时候 居然比机器更均匀 大小的口薄都一样 这真是令人探为观止的技艺 没有几十年手势根本做不到这件事 老象人的绝技 机器真的做不到 胡三廟用了足够半个钟 才刨完那棵杖木 我打算他搞定 谁知道他又拿起另一个刨 重新拿了一棵杖木继续刨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搞定 唯有在这儿自浸自饮看他刨木 刨花在刨里卷出来 一块块 好解压的 我的口在喝茶 但是心居然看都看不厌 刚刚教训肥佬那种泪气 现在没了 不经不觉之间 胡三廟连续用了三个不同的木刨 刨了三棵杖木 我看看钟已经过了一个半钟 但是感觉上只过了几分钟 一种很神奇的神游状态 这种状态 以前只有我站庄站了整天之后 整个人通态才会出现 想不到在这里轻而易举就做得到 我的心里忽然很尊敬这个胡三廟 他拿起三个木刨认真在那儿看 跟着他叹口气领领头 十年了 我都看不到有什么区别的 他认真在那儿清理木刨 好像很爱识那样 跟着他扯起地下的刨花放在一边 洗干净的手走来我这里坐下 我倒了一杯茶给他 他喝了两口说 猴生仔 你来找我戒机关吗 胡叶高明 来找我戒机关的人很多 但是好像你这么安静 坐在那儿看我刨花的 真的没几个 胡叶其实不是刨花 是在刨心而已 刚刚胡叶说我雷气重 我的确是被人击碰的 多谢你啊胡叶 我今天体会到什么叫宁静志愿 他听到打个凸 然后对着我又吐了头 不错啊 如指可搞 如果其他人来求解机关 我八夜公请他喝完茶就送客了 不过你既然说得出刨心这两个字 我肯定你都不简单的 八夜公我想帮帮你 但是来我这里求解机关的 有个规矩 你知不知道啊 他现在算是入正题的了 好歹我之前摘错了整两个钟 还说了些说话他比较满意 如果不是 今天连知道规矩的资格都没有 我说 请会夜斥交 他喝了口茶 指着后面那三个木炮说 我师父十年前过世那时候 特意留了三个黄花油里木炮给我 这三个黄花油里木炮 其中有一个在刨刀和木头衔接位 黑了我师父的传承尊号 胡心老人 师父为分 要是要来找解机关的人用肉眼监定 哪个刨刀有它的名号 一是就是我自己一日刨一次张木 将刨刀反复磨损 磨损之后 孝常铁出下风 自然就会见到它隐藏在刨刀中间的名号 这两个条件其中一个满足 我才可以帮人出手解机关的 第一个条件 这十年居然没有人能够鉴定 真的很遗憾 我对这件事已经没有希望了 俗话说 艺人寄仰 白夜公有些手艺 也想帮人家刨刀刀解难 为了满足第二个条件 我刨刀了十年 但还是磨损了三厘米的刀锋 有段时间还没见到刨刀中间的名号 原来如此 怪不得胡三廟天天要刨张木 刨刀的结构 是木头中间有一大块刨刀铁 木头下面有一个扁刀锋 如果刀锋磨损 就要敲一敲上面那块刨刀铁 让刀锋再凸出一点 然后用磨刀石磨回来 就可以继续涌 胡三廟的师傅提出 胡心老人这个名号 要么就要求解机军的人鑑定出 要么就叫他刨木自然磨损露出 唯有满足这两个条件之一 他才可以帮人解机军 前一个条件他决定不了 没有任何办法 后一个条件 就是他这些一日刨一录的做法 如果那个名号收起得深一点 我估计到他死那天 他都刨不到出来的 江湖中人施命大于天 任何人都不可以五役 我说 胡爷 就算我鑑定出来 不拆开的刨刀 怎样证明我说得对 鑑定之后自然要拆的 但是如果拆出来有错 我师傅说明 鑑定人要留下一对招指 所以 这么多年来求解机关的人 个个都会说鑑定结果 但是没人敢拆刨刀来验证 招指就是我对眼 第一百六十七集 这件事都几得人害怕 这个世界会解机关的 不止胡三秒一个 他江湖名气再大 也都没有人会为了开个机关 给他一对眼 这些江湖老规矩 一般人不会亂碰的 没有人知道胡三秒会用什么办法 弄盲你 但是如果你开错了 他一定有本事叫你留下一对眼 我喝点茶在心里量了一会 要是我有百分百信心鑑定 要是那三个黄花里木跑 我都不去看了 看完之后不敢开 等于自取其欲 世间没有哪个监司 敢确定自己的眼力 可以拭破天下宝物 狗儿姐都不行 今天就算我白行一趟了 我刚刚打算开口告辞 但是胡三秒不给 他看一看手标 年轻人 不用这么心急 你如果没什么做 陪白夜公多喝一阵茶 我已经很久都没见过 有本事 又老实 又这么有耐性的人了 说完他拿着茶叶罐走回入屋 走出来的时候拿着三罐茶 大红袍, 名前炒鹿, 青砖 都是白夜公那些珍藏 你想喝哪种 我想到六神音 喜欢喝青砖茶 我就说 青砖 他听到 咬进口就开始冲青砖 我们两个人在喝茶聊天 胡三秒说话 好像一个智慧长者 就算说起怎么画人家的眼睛 他都说得和风细雨 但是聊天的时候 我发现他偶尔会捉住自己的右脚 握上眉头 我们谈了很多毛尼拉胃的东西 我问他 毛妹问一句胡叶 你的右脚是不是有什么隐责 他听到就打了凸 跟着喝一口茶问我 你怎么知道 胡叶走路的时候 虽然部分一致 但是右边的脚步声明显重一点 嗯, 就凭这件事 当然不是 凭这件事我判断不了 但是我刚刚看到胡叶刨木花 正常来说 无论是厨师还是木工 一般都会左脚用力 是因为受北半球重力影响的 长年累月是这样 左边的力量大了 筋骨也粗壮些 踩地的重心全部集中在左脚 左脚的声音应该会重过右脚的 但是胡叶反其道而行 只能够证明胡叶的右脚是假枝 胡三秒第一次笑 他对着我竖起手指公 你对耳朵这么靓 对眼这么利 你的判断很准确 说完之后 他拿起了右边的腹脚 真的是一只假脚 但是不是医院那种橡胶架子 是用扭曲木做的 中间有个活动机关很灵巧 几乎和普通人一样 手艺征扎不到你不服 他放下的腹脚就继续说 这只假脚是师傅做给我的 近了十年 你是第一个看得出的 唉 十年前那四十多岁 手艺都学了 觉得自己这个师傅 可以清出于蓝的 周围和人家开机关解锁 都明白江湖的 人家叫我胡三秒 我当时自己觉得 天下机关都没什么难度 我当时也很厉害 很自大 师傅告诡我 完全都没用 直到有一天我出事 被人奸生砍了一脚下来 幸好撿回一条命 爬回来 师傅见到另一头 给我弄了这只假脚 由那时开始 一直到师傅死 他除了交代我 木炮里面的名号那件事之外 什么都没跟我说过 这件事 我一直藏在心里面 可惜 到现在都没人解得开 原来是这样 但是我脑子想到东西了 古館不是玩古 是玩人 这句说话又走出来 胡三秒当年名震江湖 后来遭遇这么惨痛的经历 胡心老人临终之前 和他订这条规矩 搞得他十年来 都不可以帮人出手 会不会因为胡心老人 怕他还会出事 所以特意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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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 而是胡三秒 以胡三秒现在可以用铁柱磨针的心态来看 就算他出手帮人解机关 也不会发生以前的事 孝心已经算是成功了 如果我没猜错 那边的三个黄花里木跑 肯定不能用普通办法来鑑定的 胡三秒叫我不出声 他就说 陆山仔 茶又喝完 我的东西又说完了 我今天很高兴 但是如果你要我解机关 使命不可违 规矩我还是要跟回的 白夜公建议你宁请高明 胡爷 我可不可以看看三个木跑先 嗯 看可以 但是你不要拆开他 要不然白夜公很难做的 他是怕我开错了 要整盲我对眼 我说 多谢胡爷提醒 说完之后 我直接走到这三个木跑旁边 我拿起木跑慢慢看 三个木跑材质一样 拿上手很聚首 圆润中有油光 跑身 手把 刀柄 没什么区别的 再看看下面的刀锋 也都完全一样 我甚至特意把它摆平 对比一下这三个木跑的刀柄高度 虽然他们经过十年反复是这样在刀 但是因为胡三廟是一刀一木一日的均勻使用 刀柄也是一样的高 这三把刀刀真的不能用常规办法去隔定 可以说如果不打开这些刀刀 单凭肉眼 这个世界没有鑑尸可以鑑定到哪个刀身里面有胡三老人四个字 这条题真的没解 但是突然间我又想到东西 胡三廟在旁边说 小三仔 有没有看到什么 我说 看到了 他对我的话一点都不奇怪 他问我 那谁是真的 他之所以会这么淡定 肯定之前很多人看得出 而且说了一大堆理由 但是最终没有人敢打开来验证 在胡三廟的心里面 认为我和他们一样 我说 中间那个是真的 哦 请开刀验证 第168集 我一说完 就算胡三廟的脾气已经磨到圆润弱肉 平静如水 但是他面色都变了 年轻仔 不是认真 我不是认真 由刚刚的分析来看 胡三老人定的规矩 一定是专门去磨一下胡三廟的脾气的 要磨他的脾气 胡三老人肯定会等三把刨刀完全一致 不会留下任何暗示或者瑕疵 因为一旦留下可以被人铐定的东西 遇到顶尖高手被人铐定到 磨脾气这件事就算失败了 胡三老人就特意出个无解的题目 让别人铐定不到 他想这样来逼胡三廟自己刨木彩 但是无解的题目并不是没有答案 就好像学生考试 无解的题目一般只有两种答案 要是全对 要是全错 全错就不可能了 胡三老人不会这么无聊 臨死之前还弄个假题目来骗人 这些不是老一辈藝人的作风 这样答案只能够是全对 我倒三把刀的刀身里面 都有胡三老人四个字 这些老一辈古本大师傅 很喜欢通过这些虚虚实实的手段 来磨练考验徒弟 跟以前说过的那些盲人魔杖考题 其实是异曲同工的 说到底就是两个字 玩人 我马上说 乐子无悔 开吧 胡三廟听到他的臉在瞎瞎瞎瞎 他不停挖住我 还想劝我 我指着旁边有一支铁棍下面钓着一个铁环锁 我说 这个铁环锁应该是担心鑑定的人反悔 不理行承诺 在开炮之前 专门用来锁住他们的手 是吧 嗯 没错 胡爷 成败自有天意 如果我输了 我对眼睛你儘管下 我素晨喊都不喊一声 说完之后 我主动将对手放在铁环锁上 胡三妙见到他的眼神变了 好 江湖二郎 就凭你刚刚几句说话 你如果坏了 我弄盲你 只要我没死 我都养了你下半世 如果你成功了 百亿工剩下的那几年 你说什么就什么 十年 第一次有人那么缺绝 叫他打开炮 他也鼓着一口气 他走过来 两只手在铁环锁上一拍 啪啪两声 铁环锁就锁了我对手 找机关技巧的人做出来的锁 你想走 没可能的 他转身在长角那里 拿到一把很锋利的斧头出来 慢慢走到三个木炮面前 心吸一口气 他合了眼睛 突然间他撞大双眼 嘎 那斧头很快就砍下来 辣一声 中间那个黄花里木炮已经砍开了两边 木炮中间那块铁刀也叮一声跌了下来 胡三秒手震震地执起那块铁刀 接着哗一声整个人搭在地 躺在那堆木炮花里 整个人暈了 我当时心想 大哥 你开完锁再暈得不行 这一阳光挺好 晒到进来的软道 刚刚射净那块铁刀 在铁刀的中间刻着几个细字 胡心老人 我一口大气 这件事其实挺撞彩的 如果不是我看到胡三秒的脚有病 他突然触境生情 讲其中的典故给我听 我就不会想这方面的 但更加关键是在于我敢拼 我相信 其他监司也都想过这方面 但是没有听过胡三秒说那些说话 没有拼的勇气 他们根本就不敢将对手 被胡三秒锁住 等他来开跑 胡三秒因为一时刺激而暈倒 过一阵就会醒的了 我不心急 我合起来对眼 我高的头 享受一下阳光 当年入门的时候 狗儿姐的那句话 真是真理中的真理 大约半个小时 胡三秒慢慢醒醒 他傻了地坐在刨花上 他还愣着愣着愣着 直到他转过头看见我 他说 糟了 他震腾腾起了身 然后走来跟我开锁 开完锁我抓着手腕 他跪下拜我 我马上拔起他 胡爷不用客气 胡三秒很激动 他眼睛红了 十年了 十年了 我总算见到师父的尊号 年轻人 你真是天下奇人 由今天开始 你一句话 我眉水中场 什么都可以了 胡爷太见爱了 我现在有件事 真的要胡爷你帮忙 首先 胡三秒听到拍拍自己大腿 哎呀 真没用 年轻人请坐 让我看看 我们重新坐在茶桌面前 他的眼神现在很刺激 现在是自从胡心老人过世之后 他第一次出手帮人解机关 我估计他的心情更加激动过我 我拿一张照片给他看看 他不停看着那些照片 一会儿抱着眉头 他口一会儿又咦 一会儿又奇怪地在说话 我心即时突然有点点紧张 我原本以为只是普通的机关锁 但是由胡三秒现在的样子来看 难道好像很大 胡三秒的本事不是流的 号称天下机关三秒可婆 但是现在差不多半个小时 他还没办法 他透了一口大气收了照片 胡爷 胡爷, 怎么样 妥婆 我终于放心了 不过要点时间了 要多久 这是老班所控 找我你就对了 白爷公祖师爷 就是师承老班術的了 老班術号称缺一门 如果是帝哥 死都开不了了 但是我可以根据这个洞 画个锁图出来 一天之内画起它 多谢胡爷 胡三秒听到摆摆手 慢着 虽然画到图 但是按照这个图做锁匙 就有点问题了 有相看 这个锁洞应该是圆木做的 如果不怕弄破锁洞 旁边的圆木 一本金银和铁材料做的锁匙 都可以开锁的 几天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怕弄破那些圆木 就要按照一定的金属配备 做一条特殊的有性锁匙 配方我懂 但是实验成成功 我不敢包的 可能一铺就可以 亦有可能是几年都不行 这件事 年轻人你作主 不过你怎么也好 只要我还没死 我一定会按你要求做好铁匙 听到他这么说 我真的头都大了